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现在无法解答 这世界魔法师还真是任性 随便就能绑架个贵族 如果你不想挑起魔法公会和皇室的战争 最好把我送回去 孩子 你的话太多了 卑鄙的老家伙 竟然控制我的身体 生火 三美二 三美二 该死的去哪儿了 烤肉 可恶 我 这是 生醉胶果和曼陀蛇种子混合酿汁的酒 给你加点料 或许你更适合做一个厨师 厨师可享受不到被魔法师绑架的待遇 要不我们聊聊关于克里斯 要不我们聊聊关于克里斯 你去过恶魔岛 谁叫 你 该死 你等着 等着 等着 小马香配醉胶果 我 直到明天日落 你别想醒了 安静 跑回来 是 什么 孩子啊 我应该称赞你在魔药学上的才能 用小马香做调料 你大概是罗兰大陆第一人 不得不说 味道很好 不过 小马香和醉胶果 单纯混合产生不了麻痹效果 上马 少爷 少爷 今天的足球总决赛还等着您办奖呢 我被魔法师带走了 杜维罗林 什么 少爷又被魔法师抓走了 这 确实是杜维少爷亲笔写的 这个符号 好像是一种魔法师的私人印记 赶紧上报 赶紧上报 要了我的亲命的大少爷呀 什么 这才多久 杜维又被魔法师绑架了 就算我这个儿子再没用 也轮不到这些家伙 对我们罗林家族一再挑衅 大人 这次是否是祸 也未可知 您看看那个印记 这事就这样吧 这事就这样吧 就算他带走了是皇子 皇帝陛下 也无话可说 可算可快 快 小子 快 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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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武勋世家 罗麟家族的后代 想必雷蒙那小子 对你很失望 孩子 我只教你一次 你这混蛋 你这混蛋 扭断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冷了吧 继续赶路 孩子 体内有一股气息在游走 身上热起来了 死我感觉不到寒冷了 越往北越冷 以后每天休息的时候做一遍 别以为我会感谢你 这些可都是拜你所赐 不 不是我 是命运 可恶 这老家伙一大早就不见了 我得想想办法 否则会冻死在这里 穿上吧 像你这么强大的魔法师 想去哪里 难道就不能直接飞过去吗 我们去的地方很特殊 长距离飞行会让我损耗魔力 而我在到达目的地之前 必须保持魔力充沛 说那么多不就是不想告诉我最终目的地吗 越过这道关卡 就是传说中有去无回的冰封森林了 他带我来这魔兽老巢想干什么 总不能是带我刷腹满升级吧 先生们 我这里有一份魔法师工会的公文 魔法师工会赋予我进入冰封森林的特权 一百年有效 尊敬的魔法师格下 欢迎您来到冰封森林 帝国北方暴风军团下 白狼步兵团第二十七巡逻队 向您致敬 队长 那上面签名的奥古斯丁武士陛下不是已经去世六十年了吗 祖里德耀会长也在四十年前病逝了呀 那份文件 是真的 真的 不过今天是有效期的最后一天 所以 这位老魔法师的身份相当不简单 至少是和帝国的前任皇帝 前任魔法师工会会长一个时代的老人了 今晚我们就住这里 赶紧扎掌炮生火吧 这老家伙撒的什么东西 这老家伙撒狗的时候盼着两个人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孩子啊 最好别好奇 否则 你晚上会睡不着的 我好奇心重 你不说 我更睡不着 这是 龙的粪便 所以今晚 我们要睡在龙粪堆里是吗 你不会介意的 对吧 除非你想和有些愚蠢的冒险者一样 变成魔兽的晚餐 你这样厉害的大魔法师也怕魔兽吗 我只是不想一整晚被苍蝇环绕 而且我说过了 在到达目的地之前 我要尽可能减少魔力消耗 好了 如果你不想半夜被冻成冰棍 睡觉前把那套动作做一遍 我说过了 你被冻成为了 我看你被冻成冰棍 我被冻成冰棍 我被冻成冰棍 你被冻成冰棍 我被冻成冰棍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该死的 我怎么出圈了 朋友 快跑啊 后面有腐蚀快追上来了 快跑 放心 到前面就安全了 我掉了 这老家伙怎么还不出来 那他现死不救吗 白跑老贼 你给我出来 我讨厌麻烦 不想见人 先走一步 晚点再回来找你 隐身术 关键是个跑路 还有没有点节操啊 对不起 是我连连的命 谁怪我是跟着我跑过来的 这时候还被别人着想 也是条汉子 Fantasy 飞了屁 Parametria Parametria 耶娜 你 你一个人就干掉了一只腐蚀怪